和大家说个事 我准备录制一个会员专属的系列影片 在这个系列影片里 我会用最简单直白粗暴的方式 讲述孔雀鱼从开钢到爆钢的完整过程 以及在养孔雀鱼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也会聊孔雀鱼病的处理 和我最讨厌聊的所谓养鱼理论 正儿八经的养孔雀鱼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最开始养的是普通体的红头孔雀鱼 那时的想法很可笑 一直想尝试把它们和泰国斗鱼混养在一起 然后被断带孔雀鱼吸引 淘汰了普通体的红头孔雀鱼 开始第一次接触断带体的孔雀鱼 养了一年左右以后 发现买到的这种孔雀鱼 在品项上还是差了一些 于是又逐渐淘汰了它们 现在养的这种断带体红头孔雀鱼 我个人还算比较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 会逐渐扩大它们的种群 在养到一定的数量以后 再决定是一直养这个品种的鱼 还是再换换其他品种的鱼玩一玩 总结一下这几年养孔雀鱼的经历 实际上我一直在犯两个错误 一是坚持尽量做到养鱼不换水 二是坚持在较小的鱼缸里养尽量多的鱼 这两个主要的错误开始是无心的 后期就是有意为之了 因为在养鱼这方面 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就是想试试在极端的情况下 是否能把孔雀鱼养好 这两个主要错误的存在 着实让我在养孔雀鱼的过程中 吃了不少苦头 经历了好几次几乎团灭的风险 这两个主要错误的存在 也着实让我从中受益很多 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经验 这可能就是赛翁诗马 研制霍福的道理吧 养孔雀鱼的过程 甚至养任何观赏鱼的过程 都像是参加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 我们应该清楚赛道的路况 有多少个补给点 哪些补给点 我们需要为之稍作停留 哪些补给点对我们毫无意义 我们也应该清楚 在比赛过程中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合理分配体力 用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多的回报 我们更应该清楚 短暂的领先或落后不算什么 最终能跑到终点的才是赢家 不得不说 养孔雀鱼确实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法 也没有人能做到 自己养的鱼绝对不出问题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养鱼玩家 你的关注点 还在那些渔场或是水族店 是如何养鱼上面 你还在为那些 推荐高价水族用品的养鱼大神 加油喝彩 那么 你可能已经走错了方向 话题回到开头所说的 会员专属系列影片上面来 我的想法是 在会员影片里 抛开中立和含糊的养鱼观点 用少的资金投入 达到好的养鱼效果 用简单的操作 代替繁琐的养鱼理论 尽可能接近养好 孔雀鱼的核心和本质 如果没有意外 会员影片的顺序 就是从孔雀鱼开钢 到爆钢的全过程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不同观点 都可以在会员评论区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反馈 随时更新会员影片的内容 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 误以为我什么都懂 什么都会 什么都对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养鱼玩家 喜欢搞一些极端的养鱼实践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而已 如果会员的价格 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无论你加入会员的目的 是想了解一些 我个人的养鱼做法 还是只是出于单纯的支持 在此 本人都表示由衷的感谢 如果你不想加入会员 也没有关系 实际上在过往的影片里 我已经在表达自己的一些养鱼想法 只是比较分散 不集中 或是因为不想导致不必要的分歧 说的比较含糊 另外 我也会不定期 现时开放某些会员影片 大家留意一下就好了 就到这里吧 影片的最后 来看一看我三年前混养的泰国斗鱼和孔雀鱼吧 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 那时的我在养鱼方面充满热情 幼稚 执着 并热爱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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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